兩個賴金德這個金劇 真的是驚呆了兩岸 美國嗎 希望中國正是中華民國存在式 直接把中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跟中華民國這樣擺在一起 代表說其實 這是兩國論的一些意涵嗎 還有台灣絕對有能力 成為經濟日不落國 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全體的國民 另外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結果當天的時候布林肯就祝賀了 說台灣總統等等 那你是套好招的嗎 另外24號的時候 美國又拉了這些幾個國家 說要邀請台灣加入世衛 以及來看到美國 6月26號要開啟環太平洋軍演 這是29個國家圍堵中國大陸嗎 然後當然沒有台灣 因為怕參加的成員國 覺得說真的是太敵對了 AUKUS要去 釋放安全對話的這些成員 通通都要去 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主席麥考爾 還說要計畫訪問台灣 這些都是美國在打的台灣 但是王也定調了 阻撓不了 不良的中國大陸統一的局勢 而且直接21號就說 你是背叛民族跟祖先的陋形 令人不齒 更別說就中國大陸進行了軍演的這一塊 亮哥 這個 我覺得賴清德這個演講應該 大陸會感到被突襲 我認為他從台灣還有美國得到的訊息都不是這樣 坦白講台灣研究兩岸關係的人也有這種感覺 那到底在最後幾天發生什麼事 因為美國事後布林肯立刻發 這個用國務院 國務卿的角度 用中文然後稱呼他台灣總統 對啊 在AIT臉書立刻表達祝賀碼 所以給人家感覺美國是知情的 沒錯 可是到底最後幾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我覺得賴清德不可能去挑戰美國 所以這個一定是美國是默許 且不說策動 我們就說默許 那也許美國最後是給他一個訊號就是說 你給我看過的稿子都可以用這樣 所以他選擇可能比較 不一定有很多種版本 就比較強硬的比較務實的 那大概就是 因為羅森博格來過三次嘛 所以應該都看過啦 那 因為這裡最不尋常的是趙春山老師啦 因為他在舊職眼說前大概一個禮拜 有人拿了一份稿子給他看 那就是維持現狀的基調 所以 我覺得他也非常的 shock 不是 他非常生氣 你說最後出來這個版本的時候 對 他相當生氣 他覺得被耍了嘛 因為他覺得怎麼可以這樣做兩岸關係 因為他跟那個也是 那個也是 貶時代就是國安高層的人 那你怎麼可以拿這個來呼憂我呢 還是說連你都被騙 那很恐怖耶 那不可以嚴重嗎 不管怎樣啦 就是他因為他有一種被突襲的感覺 那我覺得一開始他就開始在認定到底美國的決策成分占多重 是 所以後來你可以看到軍演 就來了 軍演基本上 我覺得針對美國的意味也很重 是 事實上 王毅在隔天講那個話說 祖先的叛徒 民族的叛徒 那個是屬於兩岸的定位 可是軍演我覺得 有一大塊是針對美國 那最明顯就是 在40個小時以內就完成部署 對 而且基本上那個巨子的部署也蠻明顯的 就說我就是這麼快 對 那把你擋在外面 你到時候要來幫你也幫不了 台灣反應還要三個小時 其實中國大陸早就到了 事實上他也沒有辦法進來 因為如果被圍起來 而且是武裝的圍 那美國怎麼可能會輕率來負這個代價 所以我覺得他那個速度 因為我覺得他之所以沒有採取實彈 因為實彈按國際法要公告 你一定會碰到國際航道 對 就是要展現速度 而且是 所以他有講六個字 我認為他大概已經進到第二個字 然後前往第三個字中間 他六個字就報進為所 即毀斷 對 台獨大門也毀 我們就講進 進就是說 我要逼進 就作戰位置 你可以看到他逼近24海里 沒錯 包括軍艦 軍機等等 然後還有外島 就是在40小時之內 就完成整個逼近的部署 那第二就是圍嘛 圍最明顯的是東台灣那個圍 就花蓮 就是他讓你的軍艦根本來不及出逃 沒有辦法做第二階段的作戰 是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鎖啦 現在還沒有正式啦 可是 隱隱約約你看他那個包圍的圖 應該就是針對高雄港 對 還有永安的除氣潮 我的感覺啦 因為他就說這是台獨大本營 也不只這樣啦 就是他不會全面封鎖啦 他如果真的要做啦 因為後來就傳出他要做零船燈檢嘛 對 那這個他也演練過了啦 結果零船燈檢就是 不要影響到周邊國家的海上運輸嘛 那只針對要進台灣的船隻做零檢 那這個理由可以有很多種啊 比如說懷疑他有違禁品啊之類的 那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做 因為他說這是中國的內政嘛 所以你看到他另外一個佈局就是 國際的法律戰 2758 不只2758 你可以看到最近這四五天 菲律賓就說這個是他們的事情 他不要表態 那馬來西亞也表態說這個 這個我們不介入 沒錯 我覺得他就是在預言 鎖這個東西啦 就是說到時候真的有 局部的封鎖 那會不會一直往上升啊 因為2024A A往B CD都有可能嘛 那就是取決於你如何調整 因為你要知道1999年 因為這次賴清德那個演講的 衝擊力道啊 還超過1999年李登輝的兩國論啊 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的關係 其實是講得比較隱晦的 那現在是大啦啦就講出來了 而且你要知道1999年 那個時候中國大陸的軍力 跟現在又不能比 對不對 差25年 沒錯 可是我覺得李登輝那一次啊 不只中國大陸事先不知道 美國也不知道 就李登輝突然之間就像德國之聲 就丟出去了 所以美國有點惱怒 所以那件事情是怎麼收場的 就是美國在兩天之後就進場 要求你改口嘛 那這一次不一樣 因為美國事先知情 所以坦白講 不會改口嗎 這個已經是美中博弈了 所以美國不會迅速介入 我覺得美國就是要讓子彈飛一飛 看這張牌會激盪出什麼 或者它又可以換到什麼 我激盪就是如果說 如果真的發生軍事衝突 美國坦白講 這裡面也有比較不激烈的 也有很激進的 激進的當然就希望你們就打起來 是啊 來耗損你 那比較不激進的就是想說 在那個過程當中 然後激盪出說 你會不會希望我介入 來施壓 施壓民進黨 那好像他又在國際的版圖上 就有交易的可能 因為美國也有需要 中國大陸的地方 可是這個就變成他一張牌 所以簡單講就是 這一次跟1999年不一樣 這一次比較明顯是 美國在打台灣牌 所以我覺得後續處理起來 就會比較複雜 但現在還看不出來 不過第一時間 賴清德跟顧麗雄的反應 是完全不及格 因為 顧麗雄第一時間的反應 竟然是 引用聯合國憲章說他有抗議這樣 這簡直是粉絲所思 台灣是聯合國的會員 他忘記了他是國防部長 是啊 他還以為他是 他是外交國安 他是外交工作 你到了這一種時間 關鍵時刻你就是要拿出措施 是啊 這用嘴巴講有什麼用 對不對 對 不過我坦白講我覺得 我真的就擔心的是 賴清德跟顧麗雄 知不知道他所處的處境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一點 因為他對外還是要故作輕鬆壯 他說股市照常 老百姓沒有感覺 其實你這樣的回應 就會引來更激烈的一個反應 因為他最近有 最近才幾天而已 軍演實上才結束幾天而已 然後他就是 完全都是完全那一套 以前那一套 說什麼 要一起維持區域穩定 說你這樣做是惡化兩岸關係 他對自己根本沒有檢討 實際上這個危機是誰引起的 這個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 美國的媒體在第一天 也故作輕鬆壯 甚至路透社還說 強硬中有善意 這聽不懂的話 對 是什麼邏輯 可是我覺得 美國的媒體到了第二天 第三天之後就改口 是 因為這種東西騙不了人 你不能硬硬掰 對不對 就是火已經放了 可是現在怎麼 怎麼救火 還沒有看到方法 對 我沒有想要幹什麼 會不會動的 我們有問題 怎麼會不會動的 是 那這位在那邊 有什麼事 沒有呢 那是